郭文貴議員 好,我們繼續開會 現在我們請黎博弈議員 執行 請發言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今天我們市政府保安部門的各位同仁 今天還在議會這邊接受大家的質詢 保安部門其實就是維護這個城市 所有市民安全 不管是在治安上 不管是在消防、防火上面 或者是在市民的身體健康還有環境上面 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同仁 所以其實我們保安部門 過去我們往往對警察、消防 我們會認為大家比較辛苦 幾乎都是24小時 叫長、隊長 重要職務沒有人在關機 24小時大業也要輪班 所以我們這個職業的特性 非常辛苦 過去在市政府服務期間 也知道市長是對警察、消防的家屬 還有警察、消防的同仁 特別的體恤 所以在這邊除了接受市議會的監督 我想市議會也適時的 在這邊也跟警察、消防同仁 感到非常尊敬 但是還是有一些可以加強的地方 我們可以做一些良性的討論 我們在這邊先跟警消部門的同仁 知意 另外對衛生局還有環保局 在時代的這樣子跟進之後 尤其這幾年 有登革熱疫情 尤其前年又有高雄的氣爆之後 其實 我們整個保安部門的所有的工作內容 都已經讓你們的家人擔心了 那 在這個環境之下 大家還要繼續為這個城市來付出 來努力 我想 我在這邊也是抱於肯定的態度 另外 有一些可以加強的地方 我們在共同來討論怎麼樣加強 來 在這邊先跟各位質疑 謝謝 那我想今天我就拿兩個案例來這邊 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稍後會再跟警察局 討論有關毒品的防治的執行上的一些細節 那也希望給警察局一點點時間 那之後看我們能不能在下一個會期 警察局這邊能不能提出來 我們有一個比較正面 可以對社會宣布的事情 來 我先就我們 衛生局這邊來提一個案例 衛生局長 你先稍聽我這個案例 這個案例是在我們 我的選區 男子的某一個國小裡面 的一對姐妹 她的母親跟她的父親 相繼因為 在今年的三月份 相繼因為流感去世了 在同一個醫院 那我會得到這個訊息是因為 剛剛學校要開始 要對這一對姐妹要輔導 要社會局這邊要跟進 那我們現在也是不斷持續 在繼續在關心 那學校也有發起樂捐的活動 那對兩個姐妹 未來的學費 參費等等 都已經開始著手 有一個委員會成立 開始著手處理這個事情 那這個案例是這樣子 3月18號 她的母親 3月11號 是確定流感 那從3月11號到3月29號 也就是這兩個多禮拜的時間 父親跟母親同時都病逝 先後相繼病逝 那 在這個流感的這個疫情的通報的流程裡面 我想 我們針對很多大型 很多重要的這種傳染病 很多這種可怕的傳染病 我們通報的機制已經有過去的經驗 但是對於流感的嚴重性 或者是流感有沒有可能致死 或者是未來的登革熱 出血性登革熱等等 有沒有這種致死的可能 的這些通報的機制跟流程 我認為衛生局這一部分 可能 我們有加強跟檢討的空間 如果 當然這也關係到中央疾病管制署 那我們衛生署怎麼樣界定某一個疾病 它是不是有這個危險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做這樣子的 通報跟流程跟管控 那像這個案例的發生 對 大家 我剛剛看大家的表情 大家都嚇一跳 確實它就發生 那 到底這個流感 或到底今年度的流感 或者是到底今年的登革熱 等等的這些發生的情形會怎樣 會不會有這種情形一直發生 我想 呃 聽聽看我們新任的衛生局 黃局長 呃 您對這樣的事情有什麼看法 那 今年度 可能接下來就是登革熱會非常 呃 嚴重的一個年度 那 這些通報的機制 我們要有沒有可能再怎麼樣的加強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這個案件其實我在3月30號的時候就知道 那時候是因為有 我們在網路上面就有余請表示說 有這樣的案例 然後有三個未成年的子女 所以 當時第一時間我們就請 我們知道以後都通知社會局去做官法 然後另外部分是說我們去做疫調 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整個 呃 如果以細節來講的話 因為 3月4號是他第一次發病去診所就醫 3月7號是第二次 那3月11號是因為病情惡化到醫院的急診 那 那如果以我目前所看到病例的內容 跟呃 整個處理的過程裡面 呃 我們自己如果要檢討的話 是 對於整個流感的一個 基層醫療的一個支持的部分 包括他的快篩跟他的一個 客流感的部分的分配 那部分我想 這地方是呃 在這個這個機制上面 含蓋面不夠大 這個病例他有用到 有用到快篩嗎 他快篩是在 其實 媽媽的媽媽跟爸爸的部分不一樣 那媽媽的部分他並 後來並沒有流感的 一個結果 那但是 因為他當初因為有急性的呼吸道的一個狀況 所以 到3月11號去急診之後 馬上就有用了 然後 那 那 另外一個流感的藥物 那 爸爸的部分他是後來有驗出有流感 不過因為 這個也有一點狀況是因為 父母親的婚姻關係 使得我們在當初在醫療的時候 呃 有一點間接 但是後來還是明確知道他們是住在一起的 那 不過 這個過程裡面事實上 呃 當 醫療院所我們發現到他 只要有 快篩試劑或是有 那個相關的抗病毒藥物的時候 其實 他們都可以第一線 馬上使用 那這部分是無庸置疑的 那 只往前推的時候 市長我聽 剛剛聽你這樣講 齁 可能這個醫院在處理的時候 真的有問題 因為 我們去看醫生 那有發燒 通常醫生會問我們什麼 家裡有沒有人發燒 家裡有沒有其他人是怎樣的狀況 但所以這個有可能是忽略掉了對不對 欸 其實是這樣 這個媽媽先 住院 然後後來 爸爸去醫院的時候 後來 有發燒 發燒之後那天 隔一天就馬上去那個醫院看 那馬上就使用了 他的一個抗病毒藥物 那是比較遺憾的是說 因為 他們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 所以 爸爸的部分 後來爸爸是 是確認有流感 那 因為他有其他疾病 所以就使得在這樣狀況下 即使是 我們在認為說 在黃金期裡面使用的抗病毒藥物 但是 事實上也 沒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滿意的效果 好 謝謝 來你請坐 因為 這個病理我想局長 局裡面這邊掌握得非常清楚 這個質詢我事先沒有提供給我們衛生局 那 就是要怎麼樣來加強今年的疫情 或者是 今年的流感 或者今年的登革熱等等 我們跟基層診所的這一邊通報的狀況 這邊也 拜託我們衛生局的同仁 一定要加強這些通報的狀況 那 到底 登革熱到底文子 是在做兩位局長 黃局長 蔡局長 你們認為是你們手上的工作 到底是怎樣 或者 其實這個工作應該民政局也加入 交易局也加入 全民都要加入的工作 全民來防文防疫防登革熱的工作 來我給各位看一個 我接到了選服的案例 這個是一個 也是我的選區 那 鄰居拍給我的照片 拜託過很多民意代表了 里長也沒有辦法 那他裡面堆積的狀況 是這樣子 就 可能撿很多這些 東西回來家裡堆著 那事實上也沒有住在家裡 這地方敲門是沒有人應門的 那 今天環保局跟衛生局都在場 只是區公所可能沒有在場 那 區公所如果對環保局來做這個通報 我想請問局長 可以怎麼處理 請問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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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主席 跟謝謝 李議員 這個部分如果 在於這些雜物 那區公所通報之後 要求 這個 所有人 清掉 如果不清掉 協調我們環保局 我們會 強制的協助把它清掉 謝謝 謝謝局長 您請坐 局長您請坐 在 在 今年 在所有的局處 我們要求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 動員來防疫的時候 碰到這種鄰居 呃 衛生局 但是衛生局 你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 有蚊子你要負責 案例幾個 今年的案例又到幾個了 每個議員都在逼問你 問題是案例怎麼來 案例是從環境衛生 是從蚊子這邊滋養出來 那 環保局這邊 如果剛剛局長的回應 如果跟你說 他要通過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繞了一大圈 抱歉 蚊子都不會刺得到 那 我很高興也聽到剛剛局長 你的回應 市政府就是一體 那 除了衛生局在防疫之外 那環保局這邊 如果碰到相關類似的案例 拜託 我們所有的局處一起動起來 要合作才有辦法 來讓我們的環境 更沒有這些蚊子 更沒有這些疫情 那 我簡單剛剛 這兩個案例 跟環保衛生這邊 來 勉勵 那希望說 今年度的疫情 我們都可以控制得宜 那 也希望 所有的這些傳染病 等等的 我們的通報的系統 順暢 那衛生局可以讓市民的這些 防疫的工作 可以傷害可以降到最低 接下來有一個 比較 呃 內部一點的問題 齁 那我直接會請教那個 呃 警察局刑警大隊大隊長 那 大隊長我請教你 呃 我們 毒品的狀況 現在在高雄市的狀況 嚴重還是不嚴重 那 嚴重不嚴重的程度 是一 你過去 你曾經在高雄縣擔任刑警大隊長 跟你 現在是合併之後的高雄市的刑警大隊長 來比較 你認為 目前高雄市 或者是目前台灣的這個 毒品案件 嚴重 嚴重 請大隊長回答 謝謝主席 好 謝謝議員 關於這一點 那現在 毒品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了 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是 那我們目前 市面 市面上最流通 最多人使用的毒品 是哪一種 應該是 Ketamine Ketamine 目前是屬於哪一級的毒品 三級毒品 行責 行責 20公克以上 是 是 違法 20公克以下 是 行政法 那 稀實呢 就 稀實 20公克 還是 稀實都是 行政法 原則都是 裁罰2萬 還有獎息 這樣而已 那 目前 是不是 我們的行事局 是不是有針對 這個項目在討論 就 因為台北的 的 治安事件之後 是不是有針對 這個案件 這個 Ketamine 的行責的部分 在做討論 行事局是一直想把它 提高為二級毒品 二級毒品就是持有跟吸食 持有 吸食 就是 違反毒品 防治條例 那 怎麼樣判定有沒有吸食 有沒有吸食 這 要檢驗 這要檢驗 對 要易檢驗 行事 高雄市 刑警大隊 可以檢驗嗎 我們沒有辦法檢驗 我們要送請外面的 委託外面的檢驗 委託是我們要付給他錢 對不對 是 比如說 這是一個搖頭吧 它裡面大概有兩百個人 我懷疑 我們懷疑 它裡面大概兩百個人都有 可能有吸食毒品 兩百個人帶回去 可以帶幾趟 我們的檢驗費 我們檢驗費包括所有的 所有的是八百九十九萬 包括驗毒的 還有 還有那個尿液篩險的 總共八百九十九萬 可是每年應該都不夠 每年都不夠 那有沒有方法可以克服 每年都不夠 代表什麼 代表 隊長 我今天懷疑這裡 有Party 那剛剛周議員講的 喔 村啊 全部都是 那 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降低這個檢驗費 或者是市政府有沒有什麼方式 衛生局這邊能不能提供警察局 有沒有什麼可以降低這個檢驗費的方式 或者是刑警大隊 你這邊你可以想一套辦法 在下一個會期來議會報告 可以用什麼方式來降低這個檢驗費用 讓我們基層的同仁 他去抓毒品的時候 他懷疑這個人吸毒的時候 他帶回去吸毒 他不會有壓力 說今年的檢驗費不夠 隊長可以嗎 這個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有時候會請刑事局 如果跟刑事局合辦的話 刑事局裡面檢驗是不用錢 刑事局自己會吸收 這部分如果大量的話 如果錢不夠 我們會用這種方法 這樣子 這樣子算 我們抓的還算刑事局抓的 送我們的 好 那隊長 我 你請坐 我其實是要跟警察局這邊來討論一個問題 隊長你明明知道我要跟你討論什麼 這個檢驗費其實我們 比如說警察局這邊抓到某一個毒品犯 或者是某一群毒品犯 他的每一項勾選的檢驗費用 其實警察局刑警大隊這邊都要支付 那我在這邊是希望隊長跟刑事局這邊可以討論一下 如果被抓到的人 他去檢驗的話 他如果有被檢驗出來 是不是應該這個人自己要付費 而不是讓公堂來買單 希望大隊長你 就這個方向來跟刑事局做這個討論 看能不能有一個通責 上次有跟刑事局討論 因為這是法務部的前責 這要法務部修法 這可以在高層的 那個毒品方式會議上可以討論 可以討論的 可是這個事後 我們事前有研討過 這如果 就像三四級毒品一樣 那個財法 如果他不繳納的話 那又變成不繳納 這一筆錢到底又要怎麼出 這一種問題 所以 他錢就是寄在他頭上了 是啊 如果不繳納 那要一定找我們 找公務機關 找公務機關 再來討論 好了 謝謝 謝謝 李博議員 知協完畢 那今天下午議程到此結束 明天上午九點繼續開會 三位